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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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店铺维住装机冠名的装机节目 前段事前疫情严峻 企业在家办公 学生在家上网课 这一时期平板iPad遭到抢购 价格疯涨 但长期用iPad看网课 会损害脊椎和视力 所以很多企业主 家长来找我们装 接待 办公和孩子 看网课学习的主机 他们对体积 颜值的要求非常高 传统方案甚至ITX主机 都难以满意 而苹果的Mac mini 就算是2018款 起售价也五六千 2020款还是一样的低配高价 8代处理器 DDR4类存 和256G7 就算有MacOS税 也真的不适合普通预算 和需求的用户购买 我们最终给大家推荐的是 英特尔NUC8代主机 虽然之前知道它很小巧 但上手的第一感觉 还是让我震惊了 117×112×36毫米的三维尺寸 让很多人无法相信 这是一台五脏俱全的电脑主机 只有A4指的五分之一大小 比Mac mini还要小很多 也轻很多 虽然是这么小的机身 但它的接口一点都不少 千兆网口支持4K UHD HDMI 2.0接口 一个雷电三接口 四个二代USB 3.1接口 其中一个还支持充电 这个数量已经是Mac mini的双倍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还有双板载麦克风 你不用买麦克风 也能直接录音 我们选的是i5-8259U 四核处理器 加Iris Plus 655高端核显版本 我家店铺3099标准版 配置为金士顿8G DDR4 2666规格的内存 和250G的NVME协议黑盘SN750 但我更建议的是35599高配版的 2666双通道16G金士顿 加500G黑盘的组合 这个配置呢 与最新一代Mac mini官网配置相比 不仅处理器和图形卡更好 价格更是只有Mac mini的40%都不到 我们这台NEC实测Geekbench 单核跑分4733 多核跑分16709 而那台官网售价9,299的Mac mini 单核跑分4631 多核跑分14037 NEC和Mac mini同样采用涡轮风扇散热 但NEC有更大的进风和排风口 在这么小的体积内 实现了非常好的热管理 与空气动力学设计 Mac mini尽管体积大很多 但散热和降频的问题 一直怨声载道 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实测稳定器那期4分半钟的视频 导出时长总共是19分45秒 这个已经比我们的MacBook Pro 2019款的顶配版的30几分钟 已经要短很多了 那个是要卖1万多的 所以这个胜任轻度剪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NEC实现了同等体积最顶级的性能和散热表现 NEC我们安排好了 那屏幕也不能马虎 这是我们工作室和我卧室的两台NEC方案 大家发现了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 你根本没有发现主机和走线的存在 非常极简和美好 这是如何实现的呢? 我们为大家选好了支持壁挂的AOC显示器 适当整理一下就可以完全看不到主机和线 实现了宛如iMac的液体感 而走线我是通过两条扎带解决的 白色显示器就扎白色的 黑色显示器就扎黑的 先把线材在背面理顺扎好扎带剪断即可 那些密密麻麻的拖线实在是闪乱不讲究 与这个时代精神和审美完全不符 而对于不需要壁挂的朋友们 我们准备了银广肖邦的ITX主机 仅有A4纸三分之二的大小 可选英特尔处理器和AMD桌面处理器 同样便携 这个真的很小 但配置方案更多元更强悍 多套可选 我个人首推3599的2666双通道16G金士顿 加NVME协议的500G黑盘SN750套餐 我们办公室和我们楼上我自己的卧室 都是用的这个方案 它很适合办公、接待、网课和大学生寝室学习的需求 打个撸啊撸也完全没问题 而对于去我们店铺民主装机买NEC方案的朋友 21.5吋黑色AOC闭挂显示器 京东599我们只要499 那24吋白色AOC闭挂显示器 京东要卖799 那我们只要699 这样就实现了我这个强迫症 对看不到线、液体集成又性价比高的要求 在良心前装靠谱机 收店民主装机买不买没关系 欢迎大家去收藏店铺多比一比 期待我们的装机方案你能用得上 以上就是本期装机的全部内容了 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投币、收藏、转发 祝你2020年又帅又有钱 我是沐晨 我们下期再见